今天的英资国会推介是光大环境257 经济日报投资业华组选选原因是 市场危险城水高涨 大市短期预料持续波动 建议继续留意两会国策受惠股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预料后续有支持环保水务的政策出台 看好光大环境 两会最新一份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 内地过去一年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促进可持续发展 恐怖南天碧水淨土保卫战成果 今年将会持续改善生态环境 驱动绿色低碳发展 加强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修复 光大环境是内地最大的垃圾焚烧企业之一 主营业务包括垃圾发电 生物质综合利用 危费及固费处置 水环境作治理业务等 同意垃圾焚烧为核心的环保能源业务 就是公司主要的收入来源 去年上半年业务占整体收入大约七成 公司亦持有光大水务和光大绿色环保 光大环境中美下星期二公布业绩 由于垃圾焚烧仇项目投入 营运进度才决定 派动到工程加营运持续高速增长 市场预料 公司自去年开始营利收入和利润的高峰期 根据彭博综合预测 五光大环境2021年盈利预料为74亿 岸年增长量3亿 2022年2023年盈利分别估计是77亿和80亿 岸年增长5%和4% 际上 投资者可以等候5元附近吸纳作中线部署 目标先看2月份高位大约6.1 尝试看上网大线平均目标价7.2 并且营兽6%的指示 真是跌穿4.7就减迟